上次讲到书桌不易背对门 那么书桌还有哪些讲究呢 其实书桌不易放置在四方无靠的位置上 这会使人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应酬 没有同学及同事之情 书桌更不能背靠着窗户 所谓背靠窗会吃空 书桌背对窗户意味着坐吃山空财运散尽 书桌也不能针对窗 因为书桌忘空在风水学上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就环境而言书桌正对着窗户 人便容易被窗外的景物吸引分身 难以专心工作 这对尚未定性的青少年来说影响尤其的严重 为了提高他们学习时的注意力 家长应该避免把他们的书桌正对着窗户 我是浩宇 我们下期见